Hello 大家好 又是心痛感受的時候 今天就說吃 Depression的飲食方法 另外最近有一個大數據 關於飽和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關係 我之前說了六集是悶到秋筋 悶到我自己都覺得悶 我本身是很悶的 但是說了關於心血管疾病的六集 如果未看的話 你還是覺得吃飽和脂肪會令你爆血管 你有機會再看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看 你覺得太痛苦的話 可以用最簡潔的方法去說 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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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 痛苦 聽飯因為老實說 有些東西真的不太容易 將它可以 睜睜睜睜睜再縮再縮 縮到可以三年兩月 我也很想 現在呢 就等多一點點人進來 我好像不能分享到這條片 為甚麼呢 試試一下 今天知道我們會說甚麼 其實可以了 成功了 好 Hello Lotus你飛了 你現在去台灣了 Hi 梁晴天 Hello 泰文名 我是不會讀的 OK 大家好 Hello Heliophibus 阿楊你好 OK 那這樣呢 大家陸陸陸陸進來 那我們就差不多開箱說吧 飽和脂肪 還有 天空的色聲 做甚麼事 OK 好 這樣呢 就 等等 作為技術白癡 我需要多好小時間 OK 等一會 OK Hello Auntie Jerry Hello 你好 我希望大家明白 為甚麼 你同一件事 你用這麼多不同的角度去說 因為很簡單 我想大家試過農曆年 是不是 走去和親戚朋友吃飯 然後親戚朋友就會問你 哎呀你做甚麼不結婚啊 哎呀好人好姐 哎呀你一定是太感責了 這樣 OK 直接就跳進去我們所說的 conclusion 即是他的定論 他的結論那裏 但是不是真的 你單身就是因為你帶簡習呢 會不會有其他原因呢 即是例如 哦其實呢 他不結婚是因為他亂的 OK 即是他不是喜歡女生或者男生 他喜歡同性的 OK 同性的 他一直都不敢再回拖 好了 那你親戚朋友也不知道 你親戚朋友也不知道 你親戚朋友也不覺得自己不知道 他就覺得你一定是太簡直 好了 就叫你降低這些條件 OK 然後呢 你不是同性 又或者你不是有很大的心理創傷 但可能你喜歡的那種類型 或者那種我們叫做特質 通常我們不會叫做類型 Qualities 是真的很少有的 譬如今時今日你喜歡的人 是喜歡琴其書畫 還有呢 是喜歡跟你用詩詞對話的 喂 那真的很難找的 OK 那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是工作很忙 每個禮拜收到自己 這個禮拜的期表的時候 個人都很灰 OK 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拍什麼拖 OK 即是如是等等 然後 楊晴天說 是窮啊 這也是一個原因 OK 當然你親戚朋友 不會當著所有其他親戚朋友面前 就說你溝不到女人 因為你窮啦 你娶不到老婆 因為你窮啦 當然啦 你找到一萬多二萬 你當然找不到啦 他不會這樣說的 對不對 總是要找一個位去交代 就是你選擇 OK 正如我們有個好朋友 他媽媽就認為 只要高大的話 那個人就一定是一個好人一樣 其實挺正的 現在還停留在以前 在月雨傘片那個年代 一表人才 雙貌堂皇 就一定是好人好者 我不知道 中國的上學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去refer 然後就認為一個人就是 因為他的基因相對比較高大 他就是一個好人呢 我不知道 居心和一個人的立場 兼夾他的動機 能不能夠透過外觀去 這麼容易下判斷呢 我就持有一個審慎和懷疑的態度 OK 好了 所以呢 為什麼要繞這麼大的圈子 如果你們真的很單純地認為 有病 我就吃藥 看醫生 開刀 做手術 打針 It is great 如果這件事是在一個肉身層面 OK 即是你因為腦裡缺少了 一些brain chemicals 一些neurotransmitters 所以你就透過吃藥的方法 沒有就給他 這樣就會好回來 Perfect OK which is really good 但是呢 我沒有辦法認為單純是這樣 OK 因為我們身邊總是有一些朋友 認識一些人 同事的姐姐 表妹的男朋友 whatever OK 總事會呢 是 不是這樣的 總事會呢 吃藥吃了藥乾年 但是反反覆覆 好不反的 又或者說呢 就 皮子宮生了個肌瘤 割了 一轉頭他又生回來 OK 那這樣東西呢 就當然 你要計Probability 這樣 醫生都不會跟你說 為什麼我同一個位置 要一直生呢 那這個時候 那你就要找其他角度去fill in 去看 OK 其實我想問Kiaora 什麼意思 K-I-A-O-R-A Yeah It doesn't sound like English to me What is it 你兩個差我現在是不是 Anyway 題外話 Right 那好啦 就是 你去看一件事 你用多一點的角度 對你只有百利而無一海 是要用腦 真 這樣東西會令你的小腦袋 很痛苦是真的 OK 但是既然阿爸媽生了腦 你應該也試試用一下 OK 有時候呢 我跟阿姐的寶天靶很佔 的時候呢 我們會說 那個人拿腦去二手市場 賣很值錢 因為沒有用過 對 但是呢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的身體 OK 我們呢 不如呢 就用小小腦袋 去想想 到底其實現在的問題 我們的身體情況 是否單純只是肉身層面 如果那個時候 你那天晚上吃了一些很髒的食物 即是深層河以北的 然後用地溝油煮的 那些肉又不熟的 那之後呢 你便便把鑊鑊鑊 很肚子痛 不舒服 你鑊完之後 第二天便便康復 那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純粹肉身層面的問題 但如果你發覺不是 我這件事都擾讓了一段時間 我藥又吃了 針又打了 醫生又看了 還未知要開刀 總之他已經搞了一段時間 而這件事如果發展成一個慢性病 我們剛才所說的 譬如這裏生了肌瘤 割了肌瘤又生出來 這件事就要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講的其他東西就是情緒的層面 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說抑鬱症 你們覺得抑鬱症有兩個情緒層面 媽媽是媽媽很簡單 當然有 按照我的恩師 Kevin Turner 他認為抑鬱背後是憤怒 憤怒是因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無法改變一個現狀 那你就困死了 譬如舉例 你發覺你自己是一個高程師 都不差 在賺三四萬元一個月 但你還被迫要跟家人住 而家人又很滋擾 不要很尊重你私隱 每天回到家 就打開電視 對不起 不是你打開電視 是電視已經被打開了 然後看不到你想看電視節目 然後你覺得沒什麼空間 然後你不明白為什麼 自己讀了這麼多書 還有做了這麼多年 都不能夠完全的經濟至於 和獨立 那你會有個憤怒 那你的憤怒 不要緊的 所有的憤怒都會有憤怒 貪真之蠻掩 正常的 我經常都說 不要 不要把所有的身體問題 或者任何問題都宗教化 或者政治化 其實 我有一些很壞的比喻 我承認 就是如果你們 這麼多個人 譬如我是一個佛教徒 一個無神論者 一個天主教徒 一個基督教徒 一個回教徒 一個拜佛教 全部一起站在ICC頂樓 大家一起手牽手跳下來 而沒有降落散的話 我們一定是含包散的 全部散了 兼碎了 其實沒有說 因為你的神不保佑你 只不過這個世界有一個 叫地心窮歷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是有身體情況的話 你的身體情況 而你又發覺 醫生搞來搞去 不斷又 在吃藥 在擺針 在開刀 搞來搞去都還沒康復 的時候 It's time to again 運用你的小腦袋 想一下有沒有其他事情 好了 剛才再說 如果 accorded to 因死 depression背後是angry angry 因為你改變不到的現狀 你又被焗著生氣 這樣 然後你又改變不到 這樣 那怎樣呢 很簡單 大家都有情緒 而我講的貪真之萬宜 這個是一個人類現象 雖然你會覺得這個詞語 是出自於佛家 那你會叫一陣子 不要緊 你見到聖經裡面說 寬恕 這樣是很好的 那是否只有天主教 或基督教徒 要寬恕 其他宗教人就不用寬恕 不是 我們都要 但是不要緊 你喜歡 一個怎樣的 文化和靖靖 就是用一個不同的文化 或者宗教的皮 去包住 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幫到你 我們要有針對性的處理 就是我和謝里布丁 因為我們兩個是Game of Thrones的迷 我們玩射箭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高興的 因為我們兩個 日常生活中 面對著很多 令我們猛烈的事情 射箭是一個很好的 舒緩和憤怒的方法 譬如有些是渣的 Jelly Bean Bags 或者一撇的啫喱很漂亮 還有閃粉的 然後捏爆它 你看我現在的樣子很憎靈 就捏爆它 就是這些 這是針對憤怒 即是憤怒 如果不好意思 你剛剛被女兒飛 那你就去唱你的傷心情歌 在家裡 這些都是有針對性的 不要掉下去 我最怕 我看到的表 他的開心和不開心 是完全和他人有關 和自己無關 這才是最糟糕的 甚麼令他開心 就是老公和兒子 甚麼令他不開心 又是老公和兒子 不開心的時候 會做甚麼 就是發呆痘 睡覺 這些你每天都在做 真的沒有針對性 如果你沒有針對性去處理的時候 他會一直累積 你們兩個是否可以解釋一下 告訴我這句話 Kia Aura 是甚麼意思 OK 好 接著繼續 第一部分 肉身層面 肉身層面的Depression 拜託你去找 你們喜歡的精神科醫生 我是一個很好的精神科醫生 張醫生 OK 其實 我都有提供過幾個症 去彈 麻煩你幫我搞點他 他們是需要食藥的 OK 如果是情緒層面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首先麻煩你按一個自己的basis 就是在你自己能夠做到的能力範圍裡面 就剛才說了 憤怒的 你出去射箭 打沙包 扔飛鏢 然後有針對性地處理你的憤怒 OK 當你們不要去弱速 不要去追著流浪狗 貓去打 因為 trust me 你這樣做的話 很多人很願意做回相同事在你身上 OK 我們在說的 阿姊布丁哥 是不是阿謙莎 我沒有說錯 就是不會對其他生命製造傷害 OK 慈悲不只是對自己 或者不只是對其他人 它不是一個彼此 mutually exclusive 的關係 你也是眾生之一 即你是所有生命體之一 所以就是你對所有生命慈悲 包括對自己慈悲 OK Be kind to yourself OK 在你沒有傷害到任雲的情況之下 去處理你的積眼長的情緒 OK 當你如果說 阿姊我大把錢的 這樣 Right 你可以去找一個 心理諮商師 和他談 將你由盤子初開 自出糧胎 由你媽媽坐院 或者你出生在產房裡 受到的所有不公平的遭遇 一切都倒出來 或者一個催眠師幫你催眠 然後他就幫你 一直透過催眠的過程裡 哭 罵 把事情清掉 為甚麼呢 其實是因為 好像打疫苗 不是我特別贊成大疫苗 但事實是 當你經歷過一次 你第一次 因為當時是年少 無知 OK 而you were unprepared 然後現在 你是重新進入過那件事裡 你已經有訓練 你明白嗎 因為你經歷過 你經歷過 正如你這輩子第一次 拍拖失戀 一定是最拿命最感的 但之後你越被人飛得多 你就越來越免疫了 OK 可以嗎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如果你能夠 就是再去relive 那個experience 其實整件事會很不同 第一 那個震撼和傷害已經 在第二次是你自主去進入這個狀態 那就很不同 當然 你說我不想對著一個陌生人 我不認識的人 將我由復古初開的所有東西 I don't want to air my dirty laundry in public 你可以不找一個心理思想事 你可以不催眠 那你有很多其他方法 我提過 簡單一點的就是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EFT 即是嘟嘟嘟嘟嘟嘟 打自己的不同的 storage points 你情緒糊結會儲存了的地方 正如我去你的家 我要找東西吃的話 我當然會找你的雪櫃 很簡單 或者如果我要找鮑魚刷 我會去你的廁所 塔旁邊找 你的身體也是一樣 它儲存不同的情緒 它會儲存在不同的位置 你就去那些位置打開它 找它出來 搞了 我有一個很好的客人 是一個美女 她上次上來我們見面的時候 她說她的貓仔已經過世了 不開心 我就跟她一起tap tap完之後 她第二天就發訊息給你 她說 女王很有趣 她說我傷心我感覺沒有了 但我有內疚的感覺 是新的 我在家再tap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cal EFT 簡單一點 tft original thought field therapy 複雜多很多 但那個也不要緊 因為那個複雜是在於針對性 如果 我給你一些例子 給你聽 確實真的見過那麼多 有些什麼分別 例如我們舉例 全部不同的打法 就是addictive urge 我知道現在有一個在聽的人 需要做一件事 但是我不會那麼快 得到你同意的時候 我們會一起做 有些人就是有 anger issues 是不是 就是憤怒 好像我這樣 有些就是complex trauma rejection love pain 和grieve 就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一抽的 創傷 而且被拒絕 和愛情有關 比如失戀 和傷痛有關 然後有些complex trauma 是with anger的 就是裡面是有憤怒的 就是這個創傷是引起憤怒的 有些創傷是引起內疚的 guilt 有一種是創傷帶來 憤怒加內疚 OK depression OK 我覺得我今天呢 可能可以跟大家做一做 就是depression 的thought field therapy 的打法 你等一下 我兒子在旁邊 我要綁架他 好 OK 大家很久沒見過了 應該是我的寶貝仔 Rosemary 有一團帽的狀態 OK 好 然後還有的 就是general anxiety and stress 我覺得這個 大部份的香港人都很需要 就是一般的焦慮 壓力 和不安 guilt 內疚感 比如 我之前有隻貓仔 兩歲就過了生 那我當然是有內疚感 我覺得是否我照顧得他不夠好呢 是否我呢 就沒有及早留意到他的症狀呢 或者我是否應該多帶他看幾個獸衣呢 OK Jet lag Jet lag 有分由東向西行 和西向東行的 OK 因為這個和那個polarity 就是和 polarity 叫什麼 就是寶丁哥 就是 我不懂 等等 等他講 然後Obsession OCD 就是我很嚴重的 OK 就是那些強迫症 Hello baby boy Oh god You're pregnant You're pregnant You're so cute OK 然後呢 Panic anxiety disorder 就是 比如 例如什麼 例如 啊 有一個客人的例子 我問過他 他說不開名字 OK的 就是他現在都接近50歲人的了 但是他一聽到有人按門鐘 他會很不安 他的心會跳得很快 那家裡的大門的眼睛 就是一個洞 他會遮蓋 OK 他會把大門的門鐘 拔掉一個電 喔 兩極 謝謝 謝謝Lotus Lotus Circle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解釋給我 他說 因為他小時候 經常有債仔上門 追債 這件事 構成了一個困難 所以 他現在 今時今日都是 他只要一聽到門鐘聲 還有 那隻眼就會令到他非常不安 是會引起一個身體的狀況 所以千萬不要跟我咬 說情緒不引起身體狀況 OK 絕對關係 中醫也有說 例如 憂傷皮 腦傷肝這些字眼 例如 悲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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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可以抹起 大家聽聽聽 人士很爻 很爽 然後 有人是 有很大的愧疚 或者是 是 害怕的東西 恐懼 很多 有些人特别是怕蜘蛛、幽闭恐惧症、飞机里的温暖症等等 这些都是不同的测评 这些是Thought-Full Therapy 会比较复杂一点 可以吗? 继续睡觉 先看看你的留言 然后我们就继续讲 因为其实在野食方面讲了七七八八 其实没什么话要讲 但是我们可以讲多一点 OKOKOK 你是想转另一边还是想落地 很熟悉 很熟悉 这样吧 落地 抱着你很热 OK OK 有问题就留言 没问题就继续讲 好了 好了 食物很简单 其实就是 我们叫做个澳中炉吃 diet 其实上次我也提过 2015年一個研究在Nutritional Neuroscience 當時設定了一個 Practical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就是預防疑惑症 還有就是如果已經有疑惑症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他有他的建議 他建議的部分就是 要減少你的process foods 就是一些高度處理的精製食物 包括快餐 包括市面上商用的 Commercially Bakery Goods 就是大家最喜歡吃的麵包蛋糕 還有sweet 甜品 這些當然是不好的 如果聽節目說了兩年 其實都應該知道這些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saturated fat 飽和脂肪 在椰子裡面的飽和脂肪 然後原生的Raw Dairy Raw Dairy 即是沒有加熱過的 沒有UHT Ultra High Heat Pasterization 處理過的芝士 或者是乳酪 還有一些gross fat meat 草製的肉類 其實老老實實 除非你在紐西蘭居住 或者可能在Scotland 、Ireland 那些地方都可以的 或者歐洲某些小國家都可能 但大部份的地方都不行的 我記得有一個人曾經WhatsApp過 我們970、292的電話問過 說我們的骨湯 是否用酒地沒有濃藥、濃素、濃素的肉類去煲 我同事在回覆的時候 他說你不回覆 我就說你是用這些來煲的 我就說你是有濃素、濃藥的 其實這位比較浪禮的聽眾 或者客人 其實我想說 如果你找到沒有燒鹽藥的肉類 請你第一時間跟我說 因為我自己都在找 我問過業界是沒有人找到的 因為所有的肉 肉飯都是用大量的抗生素 我們所說的受用抗生素 即是打進人類都不行 人類不能吃 醫生都不能開 已經禮禮禁止了 但動物還可以用 但轉嫁給我們 即是我們吃回我們奶 所以我又說了兩年多 就是要喝紅茶菌 喝水克菲爾 吃泡菜、納豆、德國酸菜 這些發酵食物 還要是每天吃到肉、魚 而這些裡面已經含入大量的抗生素 已經會把你身體裡的益生菌殺死 而你身體裡的益生菌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的大腦是沒有辦法正常收穫的 行不行 這些是跟你的神經健康有關的 也有些證明 有些證明在動物的研究 甚至是生酮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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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是一個莫大的貢獻 我媽媽就不跟我住 我已經沒辦法影響到她 我唯有買爺之牛寄給她 爺之牛也是幫助身體產生同體的 令到你的大腦的供電 能量供應是穩定的 沒有那麼多的波幅 心情也會比較平復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生酮飲食對於抑骨症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將所有令到你大腦發炎的東西都抽走了 糖很簡單 而碳水化下物轉化成糖 都是會令到你的大腦發炎 你的身體發炎也都抽走了 所以很多睡得差的人生酮後都會睡得好很多 因為你不實現 鹽症在身體裡的破壞有多大 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炎症 發炎的炎症 你不是要去到潰爛、流膿、流血 要鋸腳才叫做發炎 你整天喉嚨痛 你猜不是發炎 你不要跟我說熱氣不熱氣 熱氣你可以理解為你腸裡的益生酮不夠 天天輸 但是 那就是因為你益生酮不夠 因為為什麼益生酮不夠 因為你有很多的抗生素吃了下去 你沒有補充 而你的身體又長期發炎 一直抵消 所以整個是一個很惡性的循環 而老實說我和姐姐都很怕 就是我們說了這麼久 大家都還是會 久不久 有一個新的研究 所謂的研究 傳給我們 女王啊 醫生這樣說是否正確 女王啊 親戚傳給我吃飽 我脂肪會失血管 會死我 我遲早中風 其實 解釋了兩年多 包括背後的理論 原理 都已經解釋了 包括有人會問我 我餵人奶可不可以生酮 我想問你 如果餵人奶不可以生酮 你覺得二十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是吃什麼 他是不是吃公仔麵 餐蛋麵去餵人奶呢 真是 我經常都說 我不是怪你們 我是怪香港的教育制度 這些連看著一碟東西 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的時候 我去講生不生酮 是不是真的 反而是我妙想天開 你是否有能力認到 那碟東西裡面 哪一碟 例如飯 就是糖 他咸的 為什麼會有糖 因為他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人家的身體會變成葡萄糖 所以你不吃飯 但你吃米線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你生酮吃很多飽和脂肪 就會令你的身體停止發炎 當然你說我高糖再加高脂肪 就一定是很難的 這就是美國式的飲食方法 很多快食物 很多精製食物 然後大家駕駛車 經過一個 drive-thru 買完之後就在家裡對著電視吃 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兩個是日與夜 不能並存的 如果你說你必須要高糖 即素食人士 不斷地高糖 你覺得這件事是很神聖的 因為你有一個忠究的 calling 我沒有辦法 但你問我 我和姐姐寶天都不認為 不認為素食是對身體好的 真心 將來我們再引用多些例子去說 但如果你必須要堅持 我們都非常敬佩你的決心 以及你對動物的貢獻 另一方面就是 另一方面就是 當你避開了糖分 你的身體不發現 而你有高飽和脂肪的時候 記住兩者不要並存 你的身體的發炎狀態 包括你大腦的發炎狀態 腸道的發炎狀態 都得到抑制 抑壓 那你就變成了好的菌 就可以回頭 尤其當你有清除大腸的宿便 又要講冠腸 又要被人罵 不要緊 你可以做咖啡冠腸 這是最好的排毒方法 或者你不喜歡咖啡冠腸 你可以用 睡不到覺就用羊金谷冠腸 或者我最近會教人的 就是用一些希臘乳酪 混水做冠腸 直接把抑菌送上腸 或者紅茶菌開水冠腸 也可以 另外再講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 你疾病的四個層面 身體層面是你一定要自己做的 因為我幫不了你 我代不了你吃東西 我代不了你喝東西 我代不了你去做運動 你一定要幫我去做的 其餘情緒 我教你咖啡冠腸 你可以自己咖啡冠腸 例如花精療法 我可以幫你咖啡冠腸 你自己咖啡冠腸 沒有問題 能量上就更加好 更加我可以幫你處理 不需要自己煩 我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還有兩個症 一個是癌症 現在是醫院 另一個是中風病人 也是醫院 都是幫他離開做的 所以我說你在西伯利亞 和你在丹麥 和你在南非 和你在南非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 Energetic work is energetic work You don't need to be in front of me OK 但聲音治療 你真的需要去延長 因為你需要感受到 Vibration的震盪 一個挺開心的事 我最近終於請到我恩師 給我媽媽做了 Energetic work 我媽媽在台中 我師父 她當時 我沒有問她 我不知道她在美國 還是巴黎 還是巴黎 有任何地方 我媽媽已經做了 然後把不應該存在 在身體裡 抽走了 然後把應該要有的 回復給她 我相信我媽媽現在 在一個更好的地方 有空問候她 說回來 四個層面 肉身 你一定要幫我 所以我一開始要說 吃那部分才這麼重要 因為我說完一論 但如果你自己繼續 在吃竹筋麵飯 還有糖 豆腐的話 就真的 很難康復 如果你打算繼續吃藥 會幫到你的話 to certain degree 但它不會幫你完全跟著我 I don't believe so OK 情緒你要自己 有定時的釋放 如果有些職壓了很久 你可以做Tapping的方法 你可以找Psycho Therapist 心理醫生 催眠治療師 都可以 OK 能量上 任何一個 譬如 我講舉例 一個Crystal Therapist 即是水晶療法 的 聲音療法 即是我這些 我這些 我這兩個都是 然後靈氣 我這三個都是 麥倫 我也是 OK 這些就幫你 在能量上處理它 最後就是我們叫做 Spiritual Spiritual 佛家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冤親債主病 恩果病 葉障病 這些 你看回不同的法師都有講解 其實不是你吃藥打生就會痊癒 如果你是佛教的話 就用拜慘的方法去處理我們叫做因果病 葉障病 但如果是冤親債主病 佛教的角度就是梁皇寶慘 藥師慘 大悲慘 做一些大的懺悔儀式 超度法會送他走 如果是神經病 即是煞悶的方法 其實不需要有宗教的認識都可以 就像我師父 Kelvin Turner幫我媽媽做了這樣 不應該存在的直接抽走了 當手正腳 非常好 你又不需要去拜拜拜 因為可能你並不相信佛家那一套 可能要你拜八十八佛參 你會說我膝蓋不行 我拜不到五次 Ammy你想找Rose Burger Rose Burger在這裡 等一會 阿龍人找你 你又要出場了 這個兒子永遠都常伴他媽媽左右 又是一樣的 吃東西的幾個重點 第一 如果你真的有Depression 或者Depression 剛剛康復 你便沒有骨 你想有一個預防的作用 魚 吃大量的魚 因為Omega-3 是對你大腦的 Neurotransmitter function 是很重要的 OK 對你的emotional 和physiological 的brain balance 是很重要的 你看你腳趾沒多長 是否肉酸酸前 你走路是否健康 要不健康 好嗎 OK 然後 維他命D OK 維他命D 的deficiency 即不夠維他命D 除了會令你骨頭脆之外 亦都會引起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 SAD OK 它是可以成為Depression 你發覺有很多 北歐國家的 不知道為什麼半年 看不到太陽的地方 很可憐 他們有很多人 都是有這個SAD OK 嗨 SAD 背後是維他命D 不要用的 Deficiency 而維他命D 要形成你的身體需要膽固 OK 所以你把整件事放在一起 雖然我的節目不是陰謀前面或者後面 但是老實說 你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就會明白為什麼 業界這麼想你們吃很多的 炭水化合物 澱粉 糖 甜品 而不想你們吃這麼多脂肪 因為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引起大量的慢性病 It's very good for business OK 好了 你如果沒有足夠的膽固醇 你一樣不吃那天不吃的話 你的肝就要很努力去製造膽固醇 而他很努力製造也好 他也未必足夠 你全身使用 所以你問我 我每餐餐 你讓我看到鵪春蛋我也會吃 還有滋味 還有什麼 媽媽的豬腦 不是因為我怕膽固醇 當然不會 是因為我不喜歡它的質地 不知想怎樣 OK 但是膽固醇 我一定會提供 嗨Cece 我很難沒見過你了 好了 接著就是維他命B complex 維他命B集 對你大腦的神經網絡的健康 是有絕大的重要 那兼甲我想說 如果你們經常覺得很累 沒什麼力的話 也請你補充一下維他命B集 一個好消息 就是小店裡面的生頭髮 如果你心疼 你發現自己的頭髮 那頭髮可以幫助你 我經常說你吃完之後 你就生了一些網絲 裡面吃了你的尿會黃 為什麼會黃呢 是因為它裡面有維他命B集 而維他命B集是水熔成的 所以就不建議臨睡醒 例如早餐或第一餐 就吃完之後 你喝了紅牛的尿會黃 因為也是維他命B集 所以就不建議臨睡醒 例如早餐或第一餐 就吃就讓你的精神 所以就有研究 有研究 人們有大小的瘋狀 有低的瘋狀 瘋狀 是否叫醃酸 和維他命B12 所以 食 純素的人 換句話說 你們有瘋狀的風險 也相對高 因為維他命B12 是難在植物組織中獲取 很多時候你們要去打針 如果你們連蛋和奶也不吃的話 你相信我 人的構造真的不吃 另外 Adaptogen Herbs 就是我之前有說過 有一個Family的草本 就叫做Adaptogen 幫助你的腎上線 打氣 泵氣 這一種的草藥 是橫跨不同的地域都有的 中國的草藥 俗稱中藥 是有的 印度的草藥是有的 也在西洋的草藥裡也有的 我現在就舉幾個例子 所以 我覺得我自己 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在於 中國印度加西洋的草藥 我也可以 可以標籤到 身體肉身層面 能量層面 情緒層面 還有靈性層面 我覺得 挺好的 我可以做到這些 所以解釋到 為什麼我的 這個討論要預約到八月了 但大家 請你們稍安無措 做什麼 你玩媽媽的腳 做什麼 我就算 飛了 因為我來 有很多訓練 我想想 I really want to see the world 所以我是會飛的 但如果我飛的話 我跟各位 約了的 討論 是不需要受到影響的 我會跟你做Skype 只要你有Skype就可以了 我會跟你做Skype 或者我們可以用WhatsApp 的Video Call的形式去做 我一樣可以教你 Tap 我一樣跟你說 你吃的東西 各方面 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 你可能要遷就一下 我的時間 因為我飛了去歐洲 或者是加拿大 或者是澳洲 我的時間就會有時差 你可能不是你香港時間的 六點鐘來見我 你可能會變成晚上時間 你一個小時 給我和你Skype 或者是WhatsApp 我們說回Adaptogen Herbs Adaptogen Herbs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其實Depression 背後還有一個連結 就是和你的腎上腺有關 而你的腎上腺如果是弱的時候 在西醫角度 除非你去到很後期 已經是弱石無效 就是Cushing 總之很嚴重 就會用類固醇 類固醇是神效 類固醇是和你的腎上腺有關 但我們不想去到那一刻 是這麼嚴重的 如果我看到 我做Consultation的客人 舉例 他是和他的骨 的Structure有關 即他的盆骨歪了 或者某些位 我會問他有沒有跌倒過 等等 如果是因為這些情況 我會提供他去看中醫的骨 而我手上有幾個 如果我覺得他需要放血的話 我在深圳河以北都有兩個 我會提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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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一見就一見鍾情 然後 一見鍾情 二見清心 三見就拉來天窗 我就保證不到 但因為那些就是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 我覺得是好的 我可以提供他 但我會提供他 我會提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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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有些藥物 包他皮 譬如 這是印度的 黃子財 當然有用 生酮對皮膚病 當然有效 視乎你什麼皮膚病 但 譬如我上次有個客人問我 紅斑狼瘡 紅斑狼瘡是一個身體的疾病 身體的情況 西醫可能是開肋固醇 中醫有中醫的看法 然後 情緒層面 你怎樣去處理它 然後 能量層面 和靈性層面 我想說 瘋狼瘡層面的 蝙蝠很大 我掙扎了很久 其實布卷知道我的掙扎 我不要在這裏說 我在這裏說 我會得罪一群 讀基督教的朋友 我會覺得我受到撒旦的 誘惑 然後就不入歧道了 等等 但其實 都是那句 我知道你們有你們的 宗教的 意向 但是 我也要照顧一些沒有宗教意向的人 你明白嗎 還有 因為 瘋狼瘡層面 一個很大的層面 其實真的和靈性層面有關 也不是我剛才所說的 單純的冤親債主 有可能是 你的冤親債主 難聽說 附體 他想你死 因為 你曾經在過去某一生世裡 害死過他 他想你死 不太驚訝 但是 他未必是這樣的 靈性層面 包括 其實你的靈性 現在去到一個位 是需要 聲揚 所以你打遊戲 這樣 你要過關 你就要打大龍 對吧 這一個 就 跟微心輪 那個gatekeeper 叫做Hackate 是有關的 這一個 我想 我講完食之後 我可以講少少情感 看看怎樣 然後講靈性 和能量 我會再套下去 那就是那句 如果讀信基督教的朋友 看到我出了帖 說今集 我們寫了說 會講抑鬱症的靈性層面 那你就不要聽 好嗎 好了 說回來 Defigine Herbs Ashwagandha 就是印度 Rodeola 就是洪景天 一個人 一個是中國 另外西洋 就叫做 St. John's Walt Rodeola 就是洪景天 它如何幫助抑鬱症呢 就是 它可以加強你的腦功能 enhanced brain function 和lower cortisol 如果你是中央肥胖 而你的中央肥胖 是因為壓力和厭蒙 就是皮質醇引起的話 Rodeola 洪景天也會幫助你 很多時候 我做研究 寫 你去買來 沖來喝吧 你千萬不要問我 份量是多少 因為如果寫完份量 這個就是中醫的範圍 我就不可以越界 但我可以跟你說 你沖來喝不當沖茶 這個是沒問題的 St. John's Walt 亦都可以幫助抑鬱症 例如它會降輕你的焦慮 疲累 沒有胃口 以及睡不到 St. John's Walt 有很多個形式 你可以買 原生的草本 一棵乾了 我喜歡這些 因為我看到它的實物 我知道它不是碎頭碎尾 還有送頭送尾 還有水濕濕的 燕窩也是 燕盞一定貴過燕水 另一個 我一定給你們產的 就叫做 Magic Mushrooms 它有真名的 但這個是我們不能吃的 因為如果我們吃這些 在香港就不能吃的 但Magic Mushrooms 和大麻 Cannabis 其實對醫療很多的病 都有很好的效果 包括我和善禮布丁 去喝死糖水 其實都是對我們的大腦 有很好的效果 但你也知道 不可以說的 說又被人說 你盜別人吸食毒品 當然如果你站進了那個角度 和思維模式 你會說它是毒品 但其實它未被立法禁止成為毒品之前 它其實是辭之以行 自古以來被認為 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草藥 OK 這樣 接著有一樣東西叫做Mugwood Mugwood 亦叫做Wormwood 大家很熟悉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艾草 艾草 我想在我店裡怎樣 其實如果來過我店裡 上過聖金治療的人都知道 我們是會用白鼠尾草 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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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差不多埋尾的時候 我喜歡再用秘魯聖母 我想在這裡解釋一下 就是西洋的看法就是白鼠尾草 白鼠尾草 是唯一一種有效去淨化 不論是人 物件還是環境 我旁邊有一棵 讓我帶給你 等一下 OK 這樣就是這一盤 大家可以留意到嗎 這就是我的蝴蝶 這一棵 你見到明顯燒過 就是白鼠尾草 OK 這樣 這棵 怎麼說起這麼多貓 撞鬼 很簡單的 你找個打火機 其實你最好是先點蠟燭 然後等它慢慢燒 就會很大煙 你點了它沒有火 就像香一樣 你這樣整熄它 然後它就很大煙 你就可以淨化人 和淨化環境 間隔物質 如果你有帶珠寶 帶水晶 就建議你 如果不怕火 不炎麻煩 就弄一些 因為人 尤其是有病 會痛的位置 多些分 你用的水晶 因為 Crystal Memory 是真的 是科學的 是科學的 好嗎 拜託你 就分一下水晶 至少每個月 尤其去完那些很人煙囂物的地方 回工 見完一大集庫能量王 一定要分 家裡也是 那些很暗角打鍋的地方 都一定要分 分完之後 我們會用秘魯性目 去 charge up 因為很簡單 我乾淨之後 但如果我沒有封住 增強能量的話 它一樣會重新再受感染 例如你去看中醫也是 它會幫你清掉你的濕毒 病 感冒等等 之後才會幫你再強身健體 那你白鼠尾草 就是去做清理的工作 而秘魯四目 就是增強它的能量 可以嗎 而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這樣的話 這個不是用一次 是用無限次的 因為 點完一輪 分完之後 你就會壓式它 那些人吃煙 吃雪茄 再用的時候再點回 你真的不想用這個 你可以用白鼠尾草的油 滴進一個噴壺裡 然後由噴壺裡 到處噴 另外就是 我有用陰叉 我同事問我會不會用陰叉 這個是136.10 這個是針對心輪 如果針對焦濾的話 就是這顆 194.18 這個就是海底輪 底輪是和焦濾有關的 Palo Santo Palo Santo 秘魯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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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枝枝木 很難點的 而且它一點是馬上熟的 因為油份高 但是我們 就是小點 裡面有些小點 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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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Energy Healing裡面的 工具之一 OK 小點 小點 你去哪裡 你要不要處理 OK OK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一個瑞士神父的 創造 裡面其實有五十多種 剛才我們說了三種 其實四種 就是 阿薩雲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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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裡面有五十多種 而這個 就像一個水晶杯 它不會碰到你 它是凌空的 正如水晶杯裡面的水晶是隔著內膽碰不到水 但是它會被你的身體所吸收 這個的五十多種 你的身體就會取消它要的能量 從它 這個就是我做Energy Healing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是有腎上腺疲勞 即是 Adrenal Fatigue 腎上腺的問題的話 我會用這個 另外有一個就是 For Depression 就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 整個 整個 看到嗎 另一個 另外 例如睡不著睡 睡不著睡 是這個 OK 好 好 接著 就 針對關節痛 就是這個 好 針對身體的發炎狀態 敏感就是這個 這個 我還有另外的 另外的 益生菌有關的 這個 OK 很多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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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好像水晶杯 這樣 就是你的身體不需要 進食的情況之下 因為肆虐三分毒 OK 我們不想你吃這麼多藥 所以我們會用花草茶的認識 去把毒性降到最低 OK 包括剛才所說的艾草 你直接點是可以的 尤其針對月位更好 接下來我會點艾草的香 但裡面加了蘭花的花蕊 加了其他的木 OK 再說 如果在身體層面 肉身層面 蒸油 Essential Oils 例如有幾個 是對抑制是有用的 但記住要稀釋 Bergamont 佛手金 尤其是意大利的佛手金 是很棒的 然後 芬衣草 Roman Chamomile 就是羅馬洋的感覺 伊蘭伊蘭 伊蘭伊蘭 還有Pachole Pachole 不知道中文的文 OK 如果你是有瘋狂 而影響到性生活的話 就彈香 Sandlewood 因為它可以在男性裡面 增加Tetosterone level 男女也可以 男性荷爾蒙的含量可以增加 它也是一個天然的催情劑 小店有一個子彈羊奶蛋 是很棒很香的 上來的時候可以問一下 大家有玻璃心的聽眾 不要感覺到 有提到你的產品 沒有人逼你買 你喜歡才看 不買也可以 不買也可以聽節目 OK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星期一再見 我們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四點或五點留意公告 會有生童同學會 如果大家有問題要問的話 歡迎當日出席 請發訊息去9172 922 WhatsApp過去 先報名 因為場地位置有限 OK 最後如果你有癌症的話 星期日的聲音治療 星期日兩點鐘 是針對喉輪 微心輪和頂輪 如果你有焦慮 再加上癌症的話 就是星期三和星期日 因為現在我們的聲音治療 是同一時間會處理兩個輪位 OK 差不多三五天 還有 有得來就快點來 因為我們遲些是真的需要加價 因為我們現在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我想告訴你 黃竹坑只是打銅鑼 都收緊四百多元 如果有精油的話 我們除了銅鑼之外 有五金屬的種撥 有水晶的種撥 還有很大堆其他樂器 有麥輪油 有淨化 我們是它的價值一半 而我們的地段是銅鑼灣 而不是黃竹坑工業區 所以我是希望讓大家試多些 你們試吧 我知道我聲音治療 我還沒講到背後的原理 和為什麼會有效 接下來會講 包括接下來講完身體 今次講完身體 Depression 關於肉身層面可以做的事 吃什麼 和調查什麼 下一次我們會講 情緒加能量 最後我們會講 再另一集 會講精神層面 靈性層面 OK BYE 我們會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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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講完